監視器畫面拍下 國道上兩輛大貨車撞在一起 而其中一輛車上載著好幾隻豬 就這樣吊在國道上 警方火爆後立刻前往現場 並出動工程車前來支援 可以看到吊車將豬隻吊起 工程人員馬不停蹄 就是要盡快恢復現場交通 事發在21號上午6點 國道1號北上72.9公里 桃園陽梅路段 事故發生後兩輛大貨車 佔據了路肩及外側共兩車道 加上適逢上班時間 造成後方車流一度回堵兩公里 根據了解 這起車禍意外豬隻掉落後 疑似受到驚嚇在路肩上亂晃 國道遠景也立刻展開追捕 另外也提醒用路人 行經事故路段 務必小心駕駛